在军统内部也有着一套自己的考核标准 而这个标准决定你是不是能够进入到最核心的圈子 而考验的最基础的就是忠诚度和你的价值观 很多人认为忠诚度可以理解 但是作为一个暗杀潜伏人员 要什么价值观啊 而这就是弹力最高明的地方了 他考察特工首先看他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无名英雄 默默地为国家风险 然后是有没有当领袖的前置 会不会叛变而最重要的还是忠诚 不然大家想想一个自己的人却成为了自己身边的炸弹 让谁都寝视不安吧 而弹力对于忠诚度的考验也是分等级的 第一个考虑的就是熟人 介绍进来的第二个考虑的是男女 第三个考虑的就是来自浙江湖南广东的人 而最后就是看这个人来自哪 来自于穷乡僻壤的人是最受欢迎的人 因为这些人天生带着一股彪悍对于事情的 处理也比较的成熟 甚至多次派人到浙江湖南的乡下地区去寻找优秀特工